因为不舍求住者所遇到的生活困顿 泰国慈激志工的发放遵循防疫规定 一周两天一场50人 而长期关怀的难民更贴心地将生活包增量 亲自送到难民家里 大家一起来把这些东西物资把它分装好 我们预计在这个有一千多户 我们希望说让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温饱 至少不要饿肚子 疫情之下慈激医疹中心不得不暂停门诊服务 因为担心慢性病患的药物短缺 医护人员透过线上沟通 与志工一起送药到家照顾他们的健康 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以工代证 因为看见无私的力量也发心投入志工行列 我为了阿富汗的党员 想要谢谢苏智基研导 给予医疗病毒和生活活动服务 菩萨们的确核心不种的心灵福田 彼此勉励把这一份爱的能量巩固起来 这一波疫情是大灾教育 上人其勉弟子们发心做人群中的贵人 以佛法的精神成就有福的人间 大爱新闻唐禅君 邓明怡 花莲报导